受到预算决力战影响 从10月起 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 妇女及婴幼儿营养补助特别计划 未可可能遭到大幅削减 冲击大约600万名低收入民众 国会只剩最后几周时间 能为联邦政府通过预算法案 否则联邦机关恐将关门 疫情期间 国会同一美名低收入孩童 每个月可领胃可水果蔬菜带金券24美元 孕妇与产后妇女可领43美元 哺乳期妇女可领47美元 比疫情发生前 每个月9美元至11美元间 带金券金额增加许多 农业部官员说 2023年1月至7月间 该计划参加人数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约4.5% 今年5月至为每名参加者 每月发放56元粮食补助 为了避免补助中断 拜登政府上周要求国会 在9月30日期限后的 联邦短期预算协议中 通过14亿元 WIC计划紧急预算 拜登政府的请求结果如何 取决于共和党籍众议员的态度 共和党不久前才刚尝试降低 WIC计划经费 加州仍有近5亿元房贷 纾困金可用 符合资格的加州居民 仍可提出申请 这项加州贷款救济计划 向为缴交至少两次贷款 或逾期缴款的特定收入限额 居民等符合资格者提供最高达8万美元援助 逾期缴款的欠款截止日期 已自2023年3月1日 延至2023年8月1日 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计划没有最后期限 将持续协助房主 直至10亿元用完为止 日前 英国百余所学校因面临倒塌风险 被要求关闭校舍 部分医院和剧院 也被发现存在类似问题 英国社会批评声音直指首相苏纳克 并称其政府失职 在英国有大量学校建筑 使用了钢筋增压加气混凝土 这是一种较轻的混凝土材料 早在2018年 英格兰东南部一所小学的屋顶 曾经发生坍塌 后来调查发现 其屋顶和建筑中使用了rock材料 此事引发了对该材料安全风险的担忧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这一建筑安全隐患不仅仅存在于校舍 法院、医院、警察局等公共建筑 也都发现曾使用该材料 英国教育部高级官员尼克吉布称 教育部曾要求每年花费2亿英镑 用于学校维修 但时任财政大臣苏纳克 每年只提供5000万英镑 另有报道称 尽管苏纳克承诺每年翻新50所学校 但政府的主要重建计划只翻新了4所学校 目前 英国各地学校都在推进相应评估和检查工作 因校舍问题停课的孩子们 将被临时安置或进行在线教学 华尔街日报9月6日 三元尹知情人士表示 中国已要求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 不得在工作中使用苹果公司的iPhone和其他外国品牌的设备 也不得将它们带入办公室 该命令是中国政府为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和加强网络安全而采取的最新措施 也是在限制敏感信息流出中国的背景下出台的 报道还指出 此举可能对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在华外国品牌产生寒蝉效应 苹果公司在中国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是其最大市场之一 约占其总收入的19%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命令的下达范围 但一些中央政府监管机构的员工也收到了类似信息